Selena Selena今天舉行個人專輯發片記者會 這次與小黃旗合唱了她 直呼私下超愛唱台語歌 如果有一首好歌 它可以讓大家傳唱 或是讓大家每次聽到的時候都 就獲得一點正面的力量 我覺得這才是我比較想要的 那我覺得看我的這首歌好像有一點效果 因為很多人都被洗腦了 其實我自己私下很喜歡唱明南語歌 然後我每次去KTV都一定會點 我覺得唱明南語歌總是能夠 你知道可以唱得很誇張 然後你的愧靠或是 那個反差感很大 所以我一直認為我這次一定做得到 那我就跟公司提議說 我希望可以有一首明南語歌曲 而且我希望那個人是小黃旗 因為小黃旗老師的歌我很喜歡 然後沒想到又在得寸進尺要求要合唱的時候 也同意了這樣 但是錄音起來才知道說 台語歌我真的還差多了 我就老老實實當唱個國語的歌手就好 那個Quick call跟那個Q真的太難了 台語歌真的很難唱 在MV幾郎雖幾行當中 任爸任媽竟也驚喜出演 讓Selina超羨慕爸媽的好感情 我自己也很期許自己跟老公到老的時候 也可以像爸爸媽媽這樣 所以就公司那時候提議 然後就去邀請了 那媽媽其實比較低調 因為媽媽不太常在螢幕上出現 媽媽覺得她面對鏡頭 就是她就會變一個人 她會很不自在這樣 但是她們兩個為了女兒 就是都願意付出自己 就是MV的出體驗這樣 而在昨天錄製的節目中 Selina促成黃子教與小S世紀大和解 卻被焦哥窺視在看好戲 因為這個通告很複雜嘛 第一個是我要答應嘛 對不對 我要願意 第二個是小S要願意嘛 第三個製作單位也覺得OK 很複雜的一個通告 那都答應之後呢 他就說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我可以在現場我就好爽 他就是抱著一種看好戲的狀態 這個通告的確是由我主動發起的 然後我就 那時候焦哥就第一時間他問我 因為他就覺得說擔心會模糊焦點 但我就跟他說沒有關係 因為只要他時間OK 我覺得我很願意當那橋樑 因為才邀他的前幾天 就是他在Facebook上 他們兩個有互通的這件事情 雖然就是完全被模糊焦點 但我被模糊得好開心喔 我那時候聽到那個小S講 那一番話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裡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動的 然後果然我一回頭看 焦哥的眼眶已經泛紅了 因為一開始小S還釘他說 為什麼都很冷血啊 都不會想哭這樣 那我還覺得說 我覺得男生本來就會比較 哭點比較高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掉淚 所以當我真的看到他掉淚的時候 因為我認識他已經有八九年了吧 他真的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哭過 所以我那一秒鐘 就是我的心也很 馬上就糾結在一起 我應該會是第一個在康熙裡面 戴隱形眼鏡的藝人吧 就整個重戴這樣子 真的像做夢一樣 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我就跟Selina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不敢奢望會有這一天 他願意跟我聊聊天 像朋友一樣 所以我其實真的好像做夢了 那個時候我其實還蠻hold得住的 沒想到聊著聊著 循序漸進 我覺得這就是談話節目的魅力 也是主持人的功力 然後我就不得了了 就後面就已經到 就是哽咽 然後 慈窮 然後整個放空 然後就 後來有一段幾乎是 Selina幫我講的 我根本講不出什麼字來 很感動 因為往事歷歷在目 幸好都是一些很溫暖的 溫馨的回憶 王子嬌誤排斥未來與小S同台合作 和解完更將臉書感情狀態 設為穩定交往中 現任女友孟耿如也大方在臉書 公開回應祝福 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 而且要留意喔 這兩個費用應該不低啦 當然還是輸祝大哥一點點啦 但是我覺得何嘗不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給觀眾一些有趣的 帶歡樂給這個世界 我們常講這個瞻前顧後 我們不能只顧後不沾前嘛 那我既然跟過去的青春和解了 我也應該要跟現在 跟未來的這個人生交流一下 所以我昨天就 晚上錄完台式的節目啊 我就想說 來跟年輕人學習一下好了 就是去設定了一下這個狀態 完全是跟現代的年輕人致敬 我們不要再回答剛去的問題了 我們不要再回答剛去的問題了 那他們就會想要撤啦 採訪報導